钢牙是铁血一族中最强大的存在 可他却和其他铁血战士的习性完全不同 其他同胞以狩猎更强大的怪物为荣耀 而钢牙却喜欢穿梭在无尽的星海中 探索不同的位置星球 星际世界无比广阔 但宜居的星球却十分罕见 更不用说那里没有可能存在远超铁血一族的文明 此时他探索的正是一颗冰冻星球 连连的山脉被厚厚的冰雪覆盖 终于他发现了生命的迹象 可这蛮荒之地竟然出现了一艘星际战舰 这古怪的现象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设定好登陆程序 他决定下去探查一番 此时的钢牙还没意识到 恐怖的危机症等待他的降临 飞船平稳停靠后 他装备好武器小心翼翼地走出了舱门 可就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 可怕的怪物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猎杀时刻到来了 钢牙被扑倒在地 好在他反应迅速 一把抵住了怪物的大子 随复抽出万刃干净利落的将其击杀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这丑陋的怪物竟然是群居的 越来越多的怪物加入围攻的队伍 好在钢牙毕竟是铁血战士中的金月 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游刃有余 汉索还在继续 钢牙踏入了那艘飞艇所在的丛林 可他突然意识到 这片丛林寂静地可怕 突然剧烈地震动向他的位置冲来 钢牙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但当怪物出现的那一刻 他竟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而在他的身后 无数怪物已经成群结缀地出现 忽然前面出现一颗巨树 钢牙一动划铲冲过 随后干净利落地转身反打 可就这功夫 更多的怪兽跟了过来 钢牙利用丛林的地形飞快狂飙 身后的怪物紧追不舍 可下一刻 照过古术的钢牙再次开始反击 一场残酷的血战之后 只剩下满地的尸海 此时已经可以看到不远处 那闪耀着光芒的战舰 战舰中间 一个更加真名的怪物已然出现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很多小伙伴很奇怪 为什么铁血战士明明拥有 穿越星际的科技 却偏偏喜欢用原始野蛮的战斗方式 其实这都是为了维持铁血战士的血性 地球上古罗马时期 无论平民还是贵族 都喜欢观看残酷的决斗场 罗马人对勇敢善战 誓死如归的勇士非常崇拜 可后来基督教兴起 野蛮的决斗场被废除 人民沉迷享乐 军队换散不堪 不到百年国家就颓废下去 最终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 成了历史的尘埃 而如今的中国 小鲜肉兴起 硬汉吴京都因为一句话 遭到脑残粉抵制 这男的女人 更荒唐的是后来脑残粉攻击吴京 反而爆了普京贴吧的乌龙事件 所以国家才出面整治 因为这种娘炮文化入侵 确实会阉割一个民族的血性 欲先闻名其精神 必先野蛮其体魄